孟磊直播现状不太乐观 想再应付立足 却在亏本经营 现在在抖音的这个目前的状况 不是特别的乐观 就想要这个在抖音这块立足嘛 但其实说句实话 那效果呢也没有太好 导致于现在其实孟磊他是不这么迷的 AG全员蝉联州最佳阵容 尼诺数据碾压其他S组射手 腰刀数据赢比赛像是输了 狼队的巅峰期已过 就在3月26日 KPL官宣第6周最佳阵容 AG全员再次全部登榜最佳 选手的实力有目共睹 这也是托米 刺痛等人会觉得如今的 AG实力断层的原因 特别是他们对战微博的时候 尼诺直言 阵容没有对面好 但我们有手法 送微博一个3比0套餐 全都是非常自信的发言 同样的尼诺数据 也是碾压其他S组射手 特别是腰刀数据赢比赛像是输了 就有点离谱 只能说如今的狼队巅峰期已过 接下来全联盟都会瞄准 AG以他们的比赛为母版 找出选手的习惯加以利用 或者是学他们阵容跟打法 这狼队怎么说呢 很难平啊 家人们 这怎么赢了跟输了一样 我们一个一个排序 伊诺KDA S组第一 S组吃最多伤害的 然后伊诺S组吃最少伤害的 看成伤你们判断他是有效 就是他的成伤是属于 会找输出环境的成伤 还是纯粹在遭毒打 我们就看伤害就行了 这个是纯遭毒打 蓝安纯遭毒打 伊诺会找生存环境的同时 能打输出 这个是更优秀一点的成长数据 最有钱伊诺 击杀参与率第一位 伊诺参团率百分百的 场均死亡最少伊诺 我们细评了一番之后 大家心里面应该是有答案的 这不用看了呀 伊诺呀 然后另一边梦类的 直播现状不太乐观 林甲南透露出心中的无奈 他们刚转新平台 想在音符立足 在适应着新环境 却一直都在亏本经营 毕竟音符是没有签约金的 单纯就只能靠礼物跟商单 只能说梦类想要在音符立足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求 我让你别送了 听不见吗 那为啥还送呢 不要米吗 就你直播挣多少 我心里是没数吗难道 就还送呢梦类 再送给你踢了 我跟你说 送不了了 一直送礼物啊 就啥经济条件 心里没数吗 本来的这刚来抖音 直播就不挣米 就还可这 天下的酷酷消费 我说句实话 就自从梦类 就是他现在不是来了 就是我们俩不是现在 才来抖音直播吗 就是现在在抖音的 这个目前的状况 不是特别的乐观 就可能大家也知道 对吧 刚来 然后呢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 也在努力的这个 就是提升自己的直播 就某某的这个 在努力 在学习 在进步 就想要这个 在抖音这块立足嘛 但其实 说句实话 那效果呢 也没有太好 所以呢 就要慢慢提升 导致于现在 其实梦类 他是不挣米的 他不挣米 他还给我刷这么多礼物 刷了整整 一万二还一万五 他从我工资里扣 我扣个大母牛 从我工资里扣 他就不是人 我跟你讲 总的来说 AG全员 能够缠联州最佳阵容 主要原因 其实是选手数据 碾压其他人 成绩只是一方面而已 特别是他们打W6B 都能以手法取胜 这已经不是曾经的AG了 毫不客气的说 这才是最巅峰的AG 只不过创业容易 首业很难 如今的AG并不是 想着怎么更厉害 而是该想办法维持住状态 毕竟没有人 能够一直发挥稳定 至于梦妹想在阴符立足 还需要多多努力 把路人粉都转为铁粉 直播间人数 才能稳定在十万家 大家觉得呢